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王一博成为洛阳博物馆推广大使 以自己的影响力回馈洛阳 洛阳博物馆官宣 正式授予王一博成为洛阳博物馆推广大使 何洛文明是《中国历史长河》中的璀璨篇章 洛阳是河洛大帝的耀眼明珠 王一博、洛阳生人 被河洛文化滋养长大的小伙 从洛阳走出来 又以自己的影响力回馈洛阳 泱泱滑下 河洛一针 渐渐精华 尊尊国宝 作为十三朝古都 河南洛阳拥有丰厚的文化遗产 素有东方博物馆之都之称 而任是一座城市 博物馆是一个尤为重要的媒介 比如 洛阳博物馆镇馆之宝之一 白玉碑的温润细腻 洁白无暇 就很像王一博气质中的一部分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王一博自身长相继承了先祖的基因 它是非常符合古人气质的面相 看了王一博的古装 经常会感叹原来古诗词上 对美男子的美好词早 是真实存在的呀 美玉配君子 君子娓娓道来 美玉鲜活生动 洛阳王一博故事 天天向上多次推荐 发起洛阳牡丹之约 登场了 洛阳电台分享 主演 风起洛阳 引爆洛阳城市IP 它曾在多个场合表达对传统文化的热爱 它曾说希望更多年轻人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 它能更好地展现洛阳博物馆的青春力量 它能更好地代表洛阳博物馆开放 包容的姿态 河南洛阳博物馆 携手洛阳青年演员王一博 为厚重历史注入青春活力 千千君子 温润如玉 洛阳博物馆推广大使王一博 带您走进洛阳博物馆 翻阅古都千年华章 品味洛阳史运 守护和洛文化